美国东部时间,2018年7月19日七十三十分,2018年7月19日十九十三十分,美国财富杂志正式公布,2018年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北汽集团以695.91亿美元营业收入,排名第124位,必上一年度提升13位。 7月20日下午,北汽集团召开了2018北汽集团在都清级世界500强新闻发布会,北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项徐和义,北汽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细勇,北汽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蒋瑟丽,北汽集团党委常委,北汽新能源党委书记,总经理郑刚,北汽集团副总经理,华夏出行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江的领导,北汽集团总部相关部事和集团相关成员单位负责人,以及中外西市与家媒企共同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会上,张丹女士代表财富杂志,正式宣布了北汽集团,在新一期世界500强排行榜中的排名,北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项徐和义中,北汽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细勇, 左二,北汽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新闻发言人蒋瑟丽,一二,北汽集团党委常委,北汽新能源党委书记,总经理郑刚左一,北汽集团副总经理,华夏出行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江右一。 从2013年首次进入世界500强,排名第336位开始,北汽集团连续6年上榜,排名不断上升,6年共提升212位。 2018上半年,北汽集团实现总值销量120.3万辆,以7.5%的增速跑赢大盘,并呈现利润增长高于收入增长,收入增长高于销量增长的良好态势。 与时俱进的发展战略,以往无前的创新之力,还那败穿的开放精神,使北汽集团多年来保持了强劲的发展活力。 引领,与时俱进的发展战略,当前,全球汽车产业正经历巨变,中国汽车行业外部环境,产业政策,竞争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作为国际化的大型企业,北汽集团时刻保持对全球大势的积极把握,和对未来趋势的前瞻判断,与时俱进,坚持笃定的战略方向,实施灵活的战略举措,确保北汽集团这艘巨轮行稳质远。 在实施集团化战略十年,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2017年,北汽集团开启了建设集团化2.0新格局战略。 目前,维效资源集聚,能力提升展开的三大项目顺利推进,以取得阶段性成果,头脑型总部打造方案基本确立。 北汽集团能力提升工作即将全面展开,整合全集团核心研究资源,成立北汽研究总卷,对提升北汽集团产品与技术研发能力,提高核心静定力将起到关键作用。 大昌和整合工作顺利推进,实现了企业发展的摄成兼体,体制增效。 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成为中国企业的新客体。 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北汽集团为较高,新,特全面强化核心竞争力。 高,体现在品质为上,北汽集团将为较高效,强化高端制造,高端产品。 助劳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新,体现在创新驱动。 北汽集团将加快全面的新能源化步伐,推进新技术落地。 激活高质量发展动力,车,体现在比较优势。 北汽集团将强化以倦也车为代表的特色产品和服务。 打造高质量发展差异化优势,北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和义,驱动,以往无前的创新之力,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活的必由之路。 新能源汽车关乎中国汽车产业整体的未来。 作为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先行者,北汽集团始终以创新之力,走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前端, 发挥着领军作用。 北汽集团已连续5年,导致中国全电动车销量第一,并于2017年一举夺得全球全电动车销量冠军。 掌握新能源汽车和新科技,建立全产业链的创新体系,是北汽集团保持领先的力量支援。 2017年岁末,北汽集团正式提出了以全面新能源化为主要特征的引领2025战略, 以实现发展主体、产品技术、产业链布局、服务生态的全面新能源化为目标, 推进新技术落地,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力。 在向制造服务型和创新型企业转型过程中, 北汽集团众多战略新型产业蓬勃兴起, 活力迸发,其作为战略新动能的支撑作用日益增强。 2018上半年,北汽集团零部件产业平台海南创公司持续开拓外部市场, 生产经营稳定提升,服务贸易产业平台北汽蓬龙部局动力电池提次, 利用与回收项目,开展供减水多市联运物流业务, 维绕北汽集团战略创新前行,金融业务板块利润总额稳定增长, 对主营业务的助推作用愈发明显, 出行服务平台华夏出行业务迅速铺开, 北汽集团战略短行星的增长点正逐步迈向成熟。 2018北汽集团在杜金级世界500强新闻发布会现场, 护航、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 在国家进一步扩大汽车行业对外开放的宏观环境下。 中国汽车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只有以更加开放之资,拥抱新科技, 拥抱全世界,才能创造企业创新前行的良好外部条件。 今年来,北汽集团开放合作全面开花, 创新生态全进一步巩固并扩大。 2018上半年,一系列大动作充分体现了北汽集团始终兼致开放合作, 整个各方资源将各项战略实践推向前进的发展大思路。 2018年3月,由北汽集团牵头建设的中国首个国家及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接派成立。 北汽集团联合中国先进企业和科研单位共同建设, 世界及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高地, 为构建首都高精尖产业结构, 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 北汽集团新手贷勒投资119亿电视北京奔驰新能源豪华车生产基地。 目前基地正在建设中, 项目一期年产能15万辆, 计划于2019年底首车下线, 预计年产值500亿元。 未来年产能将根据发展需求扩充至30万辆。 北汽集团与麦格纳先署战略合作协议, 建立合资企业。 这是国家出台汽车行业扩大对外开放政策后, 成立的第一个汽车合资企业。 双方合作致力于打造对外开放共享的高端智能纯电动汽车研发与制造中心, 并计划首先投产北汽新能源高端品牌ARCFOX的相关车型, 成为新时代汽车行业国际合作的典范。 此外, 北汽集团还与滴滴出行、华城汽车等知名企业围绕电动化、 智能化、网联化、 共享化等行业软型趋势建立了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 北汽集团的朋友圈正在高端制造, 大数据应用, 这回出行等领域快速扩展。 2018年在世界500强中的再次进步, 是北汽集团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成果的阶段新总结, 更是走向更远到未来的宣言。 北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何一强调, 北汽集团将加快改革创新步伐, 努力实现各项任务目标, 以高质量发展, 打造北汽集团竞争新优质, 在改革开放40周年, 北京汽车工业建立60周年的历史新时刻, 实现全新的突破。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 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